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级迷你剧 雨痕终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人偷卖我的户 把你招来了警察 小吴啊 从小就被人贩子 卖到了村庄 十几岁才逃了出来 四哥 小玉 别跑啊 原谅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阿姨答应你 一定把那些小朋友救回来 她这么心情都没有联系我 简易最大的 是我的身份毛不顺 自从我穿上这身警服开始 我就背负着一身的 使命跟责任 记住 你是人民警察 承诺出天 是你不变的责任 给他两根饼 加弹加肠上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 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抓你了快 别跑啊 你吼不吼是不是 怎么啦 警察上场 我看你 你们组目前负责个拐卖儿童吗 局里特别派好少人 来全程派手 从今天开始 咱们可约法三章啊 隐藏好你自己的身份 千万不可以打草惊蛇 坏了 暴露了 这次行动失败 能不能再也找回 有了他 兴许 咱们可以找到的 这个手机 和另一组程序的账号 合你了 千万不要让组织的人 抓到把柄 你是不是跟陈阳内外勾结 背叛于也 大家都仔细点 别嘟掉任何线索 接连 去查一下这个基础信息 我觉得吧 他能用暗网 来贩卖人口 这背后一定有一个 大集团在操红 你都要试一试 成了 我们已经查到了 手机里 您找阿达的采盘 老板 今儿 西瓜便宜吗 未得是西瓜 上我家吧 我家有 阿姨哥 警察 是每次交易的地址吗 走 先动 注意点安全 一直搜索不到信号 注意定位西别人的部分 不好 有危险 齐连 跟我走 走 齐连 就在前面那个房子 不是 山丶 丶 我 common 你认识去 东西 vase 朗 Ros paz 朗 Ros 5 5 R 5 5 5 你怎么办 怎么办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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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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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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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怎么办 到了 什么 江总统 快走 快走 谁 刘志 答应去追 好 老张 给我走 来 我要回家 来 我要回家 伯公 孩子们一找到 我在贝儿栋请出支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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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瀾 快过来 他们在这儿啊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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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雨晨 雨晨 我本来都计划得可漂亮了 没成这样这警察刷牙就来了 我还不知道 你又是 误的是 雨晨 雨晨 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这机会 雨晨 求你再给我这机会 那 那 那 我也不是说是啥呀 没看 我发现个秘密 咱们记得内部有内鬼 雨晨 你再给我这机会 就一次 我一定要 证明我对您是忠心的 谢谢雨晨 不查之类 谢谢 谢谢 雨晨 雨晨 笑语这是怎么 笑语这是怎么 你什么时候没什么答案 她这一做噩梦就这样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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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语 笑语 别碰我 行 笑语啊 她不管做错了什么 她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笑语对不起 都怪我 让你遭受这种痛苦 让你遭受这种痛苦 我都有心情 都有心情吗 请您原谅我好 你原谅我 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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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初 别着急啊 我去看了 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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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有意要听你们说话的 请你跟我们说了 每天谢谢你在我身上 撞了地位器 雨晨 在别人眼里 你是一名警察 为了保护群众 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但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一个我喜欢的女孩 看你伤心难过 我想尽全力去保护你 没事了 你这么说 小时候 我爸就把我和我妈抛弃了 十年后他突然发财了 回来找我们 哭着跪去我原谅他 可我无动于衷 前不久 她的癌症趋势了 从那一刻起我才明白一个道理 原谅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刘哥 小雪不过出什么事了 放心吧 这孩子做事有分寸 再说了 还不那小子 小雪 小点 我轻点 轻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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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珮珮 白白 叔叔 不是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知道 你喜欢我们家小雨 虽然你们接触时间不长 但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小伙子 所以呢 叔叔想请求你一件事情 您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尽力 这小雨啊 从小就被人贩子 卖到了一个边远的村庄 十几岁的时候 才逃了出来 遇到了我 从此啊 我们两个人 就相依为依了 这如今哪 岁数也不小了 所以呢 叔叔想请你 真诚地对他 关心他 爱护他 有时间呢 要多多地开导他 我明白了 叔叔 放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告诉阿姨 怎么了 阿姨 你一定要救救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被关起来了 还经常被那些人打 还有多少小朋友 很多 冬冬 阿姨答应你 一定把那些小朋友救回来 刘志 鱼头 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整个贩卖团伙的大boss 这个人行为方式非常谨慎 只有少数的核心团队成员 才见过他的本真面目 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只有这些 然而现在能有突破口的 就是陈强 他不仅帮助一头建立的暗老服务器 还掌握了很多重要的数据 齐琳 查到陈强的具体情况 查到了 陈强的父亲陈志刚 陈强早年去世了 嘉诚谨慎她的母亲王岚 目前调查到王岚身患重病 其他的线索 我还在那儿记得 查医院 我担心死你了 与众姐能给你开车怀疑我 大壮又一直盯着我 最近你不要小心啊 爸 这是什么东西 强盖 鱼头的所有交易数据 太好了 强盖 咱有了这个东西 鱼头去对付款法吗 怎么着 但是 现在所有文件都加了密 凭强盖的实力 这不是问题吧 这些是高级的加密程序 只有破解序列号和密码都对 才能解密 现在破解序列号在鱼头手里 他钉得太紧 我拿不到 我怎么不知道在想个招啊 爸 在家了吗 在家了吗 祝 souls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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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 谢谢爸爸 生日 生日快乐 小美 是 小美 我不奢求你对我的原谅 我只希望你 忘掉所有的痛苦 好好地生活 行行行 咱今天不提这事了 是吧 你看这蜡烛都快烧完了 快快快 赶紧许个愿 快快快 来 快 来 爸 一起去蜡烛 你也一起吧 一起吹蜡烛 来来来 听我好啊 一 二 三 吹蜡烛喽 最近啊 福顺学会了做很多菜 都是笑语爱吃的 今天呢 他是主厨 大家啊 给捧个茶 我说呢 这毛叔天天往菜市场跑 这闹了半天 是去练手去了是吧 好 你们先坐啊 我去厨房忙会儿 我去房呢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又装 真的咋的啊 你 懂了 懂你了 雨晨 我希望从今往后 你的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幸福快乐的 喂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事 我接电话 菜马上就好啊 喂 麒麟 有点花 好 马上到 爸 队里有事 我得赶紧出去一趟啊 你吃完了带走啊 不是 雨晨 我跟你一块去 那个 叔叔 我也先不吃 我先走了啊 千多快跑 跑得了 快跑得了 你又呢 快跑得了 是 快跑得了 好 快跑了 睡觉 快跑能 快跑了 快跑得了 快跑到 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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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快跑了 快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陈强 别动 陈强 关心 你妈现在有安全 喂 知道了 有条子 还不出我 陈强 鱼头的暗网服务器是你建立的吧 你们有证据吗 你母亲的病一直在恶化 医生说她活不过下一个月了 必须尽快做手术 虽然你做了很多违法的事 但是我觉得 不能否定你是个大孝子 是 陈强 鱼头疼得很深 你们是抓不住她的 半网服务器 现在已经被她掌握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 她把她掌握了 鱼头长什么样啊 鱼头这个人很狡猾 我也从来没见过她的长相 这里面是什么 这是鱼头的所有人口交易记录 但是她设置了高级加密程序 我根本打不开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 她藏匿的地址 但我有个条件 说 我要见我妈 我们会尽快安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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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陈强说得没错 组长 身边你们发现 仔细走 是 发现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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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吗 我过来是感谢鱼爷的 鱼爷 鱼爷 谢谢您 如果不是您打电话通知 我今天都见不着您的面 热聂 牛知呢 那小子让我给抓了 咱们什么事 儿 神不要杀他 不杀了 那 那好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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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俩回了啊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送送你吧 挺合适的啊 还给你 行了吧 让我还 你整天就让我们组长想干吗 不是 你刚才你从哪个地方你蹦出来的 你管我从哪儿来的 麒麟 你发这么大火干吗呀 我麒麟 真把自己当神兽了 你 你什么你啊 不是 我送我女朋友上班赶紧回去吗 你俩的梦别吵了 麒麟 你来干吗了 我 我怕这小子纠缠你 看你磕巴那样 谁纠缠呢 我看你这纠缠我女朋友班 你有啊 没班 你给我拿过来 拿过来 不是 麒麟 你有病吗你 怎么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这弄了半天也没弄出个一二三啊 你躲个屁啊你 这窃听既有方追踪过的 现在也不知道对方的追踪 喂 你干什么呀 麒麟 哎 你是不是有病了 你疯了吗你啊 在一起 一起工作啊 行 就算我想窃听他的消息 那我用得着这么搂的手段吗 但是那个微星窃听器 是在你给我手表里发现的 你怎么解释 不是 你傻呀你啊 栽赃得怎么解释 谁碰过这个手表那都有嫌疑 目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你 行 好 你啊 你现在就去我家搜 随便搜 好不好 我深圳不怕有字写我 行 我现在就去搜 去去去去去 去 霓辰 在没有查出来之前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你 请你配合 你那天过生日 我回局里办了点急事 所有局里的同事 都可以为我做成功 刘叔去订的蛋糕 我就托福盛书 去给你买的手表和包装盒 我知道的就这么些了 你总不会怀疑福盛书吧 这件事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冒这么大风险来接听我们 对方的怀疗不小 我们这几次行动失败 可能都是因为被窃听了 看来玉头的触角 已经深向我们了 其实我并不是很怀疑法烦 相反嫌疑性最大的 是我的生父毛福顺 他这么信价都没有联系我 最近突然出现 想尽办法地接近我 没有证据就不要下节目 陈主棋 你接着办案 不用理会窃听器的事 那个对手自然就会明白 事情已经暴露了 我估计他很快就会走不住了 还要在你身上想其他办法 到时候我们就引蛇出洞 是 好了 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让你们折腾一宿 还要心思睡觉呢 帮我像你呢 心得不大 赶紧正宿材吧 吃饭 太吃了 我说我不吃了吗 来 停一下 往后走 停 一直搜索不到信号 注意定位息被人员 快快快快快快 看来陈枪说得没错 组长 什么也没发现 怎么了 没事 我接电话 先生 您几位呢 我 我找个人 行 你 对o 您是几位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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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杀 我 你 16 希望 再给你来一杯 来 小雨啊 今天您能主动地约我吃饭 我很感动 谢谢你啊 这么些年 都没了解什么呀 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 我才明白 你们对我是多么重要 我一边打工 一边全部隔地找我 小雨 你现在不能完全接受我 我也能够理解 可是 你一定要明白 我是你的爸爸 为了你 我能够牺牲一切 审斥我的生命 我 小雨就肯定相信了 这么些年找回那么多孩子 就是没能帮你找回月儿 对不起 你这一天到我这乱呐 整天都那么辛苦 我看哪 你这警察呀 还是别等了 我们不如啊 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收拾他 爸 你说你这又来了 回来 你记得我刚把你救回来的时候 你就一直哭 一直哭 我呢 就拍呀 拍呀 慢慢地你才安静下来 你和我们家月儿啊 一模一样 她睡觉的时候啊 也想我这样拍呀 拍呀 我就想啊 要是一直能这样下去 那该有多好啊 爸 一直以来 你是不是把我当上月儿的替代拼了 说实话 这个问题 我考虑过很多次 你在我生命中的位置 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你和月儿 就是我的两个女儿 一个看得见 摸得着 就在我身边 一个看不见 也摸不着 却永远在我心底 想一想啊 我还算是幸福的 云野 你还是带到了 陈强已经被警察逮捕了 你应该知道我需要什么东西了吗 云野 问你话 技术队里边说可以破解 但目前的技术需要一年时间 一年 一年有多少孩子被拐 他们知道吗 那个 你不信我试试 来 我先来 这个加密程序非常复杂 这个加密程序非常复杂 需要文件主人的 开索序列号和密码 二串缺一不可 喂 是 是 好 好 郭队 什么情况 是这样 几天前 根据我们提供的暗网信息 兄弟单位秘密抓获了一个贩卖头目 叫廖峰 他手上有大量的资源 正好是鱼头所需要的 我们成功地利用这一点 把鱼头给调出来了 并且约定在一周之后见面 但是 别卖关子 快说 廖峰今年五十了 咱们局里这个年纪有经验的 也只有您了 就这么定了 我亲自带来 是 那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我已经跟局里打了报告 局域案件的特殊性 这次行动 你可以参加 但是 之前你和他们交过手 容易报了 所以局里特批 你可以协助我们 别人可疑人员 明白 明天都机灵了 小心尿风 黑吃黑 二串了 你 李大壮支持手下 打晕毛雨晨 并试图强奸雨晨的行为 涉嫌强奸未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6条 以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23条 对于未遂犯 可以比照继遂犯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以暴力 胁迫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 意外被绑的经历 唤起了雨晨心中 无法消弭的痛苦回忆 年少时经历的苦难 让她深深封闭自己的内心 畏惧一切与难性的接触 华少凡的支持与陪伴 给了雨晨一丝温暖 也让雨晨渐渐走出黑暗的泥沼 开始尝试接受亲生父亲毛斧顺 并且在面对黑暗恶势力时 变得更加勇敢 现在雨晨已经设下陷阱 想要一举装获犯罪团伙头目鱼头 他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在故事中我们也看到 鱼头一直十分神秘狡猾 不断掩饰自己的身份 而且对于毛雨晨的每一步行动计划 似乎都了如指掌抢牵一步 那么 鱼头到底是谁 同时我们也看到 雨晨的生父毛斧顺 出现在警方调查的现场 安装窃听器的手表 也是毛斧顺委托华少凡 转赠给雨晨 难道毛斧顺就是鱼头吗 最后 所有谜底的揭开 又会给毛雨晨 本就无比曲折坎坷的人生 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不计划 行人屋内的孩子 你确定吗 有人偷卖我的货 我招来了警察 小雨啊 从小就被人贩子 卖到了村庄 十几岁才逃了出来 小雨 别人帮我 原谅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阿姨答应你 一定把那些小朋友救回来 她这么性能都没有联系我 以前一岁大的 是我的身份毛不顺 自从我穿上这身警服开始 我就背负着一身的使命跟责任 记住 你是人民警察 承诺出间 是你无便的责任